按 谭本宏到黄竹坑警察学院 按 在警察学院主管陪同下 检约近270名毕业学院 观看回操 以及向优秀学院颁奖 他致辞的时候赞扬警队 回归以来协助政府依法施政 守护法治 为全面落实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等 作出贡献 香港的政治社会环境 虽然有起伏伯者 但香港警队始终秉持 风功守纪 严格制法的专业态度 成功应对战中 旺久暴乱 规划入境等挑战 中全打击 各种犯罪行为 维护了香港市民的根本福祉 和社会的稳定发展 赢得了各界的广泛尊重和赞誉 至于邀请驻港解放军司令员 检阅香港警队的毕业礼 会否违反河水不犯井水的原则呢 这个绝对不会有的 因为我们每次的毕业 都是邀请一些政府的官员 又或者是一些社区的领袖 而解放军的司令员 我们以往都是有请过的 那么今次也不是一个新的安排 谭本宏又说 驻港解放军和香港警方 一直有良好关系 互相支持 希望双方未来有更多沟通 有线电视记者 初浩言报道